为办理全国祖师公大会师活动 幸福日前在庆福寺举办记者会 县长林明珍提到 祖师公是从大陆殷纳山签到台湾 已经有1200年 这次办理绕境及一系列的活动 由客家美食及文化讲座 活动盛况空前 新议员曾正言表示 这次活动从12月1日起到12月3日 全国祖师公协会及各有工 约有6000多人会来南投庆福寺 他欢迎大家前来共襄盛举 12月7日3天 我们的全国祖师公协会 有差不多有6000多的 全国的祖师公协会都会来参加 希望跟我们这边来办祖师公协会 名声办到响亮 办我们全国的人都知道 我们全国的祖师公协会 在我们大陆地区基盘 我们的祖师公真的现实 真的敬感 能够真的比我们所有的 大家都大风修 庆福寺主委曾俊雄表示 活动第一天是探讨祖师公的由来 及客家文化的渊源 第二天是精彩的传统表演活动 第三天是全国祖师公大会师 我们的活动在12月初一开始 第一就是祖师公的座谈会 探讨祖师公 探讨祖师公的由来 与客家文化的渊源 第一天是12月5号时 接下来社区 我们的国家中小学 和国家学校机关团体 来这里表演 还有我们的传统文化的戏剂表演 12月3号时 全国祖师公的大会师 这三天会欢迎 专国和全国 选人心里来参加 这场记者会上安排了学校的陶笛 及太鼓表演外 并特地安排全国仅有的一尊 惭愧祖师公神将表演 预期为活动增添了许多热闹 记者王水仙南投采访报道